你干嘛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和楠楠一样 换了花枕 这是我根据你拿回来的卷宗 配出来的解药 花枕 嗯 当年统木官盛产天竺花 又恰巧天竺花开遇上南风暖流 而且这种情况 数十年未必会出现一次 所以才造成大规模的花枕 令守军失去战斗力 我想起来了 京城的那些天竺树 是丞相为了讨太后欢心 而大规模移植来的 原来他们就是罪魁祸首啊 而丞相是李然然的父亲 此事会不会和于座林有关系啊 不说这个了 难道没事了吧 没事了 付好药睡下了 这次多亏你 算我又欠你一次 你不也救了我一次吗 咱俩扯平了 不过 刚才在太医院书房 刚刚的都是意外 你别往心里去 那你来救我 不正是因为 我不都说了吗 是因为你难难 对了 这次还有一个意外生活 你给我那本卷宗上 记载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上面记载了天竺花花枕 父母子女之间 会有传承关系 那不就说明 这楠楠的亲生父亲 也会染上天竺花花枕 正好趁此会诊机会 查询此事 那我 你很好准备四国大赛 青囊阁的事 就不劳烦你了 来 自己吐 那那 画这